第一,尝试腌制和烟熏食物的人,会更容易出问题,这是由于这类食物中不含硝酸盐,会在胃细菌主要是幽门罗杆菌的作用下,转化为亚硝酸盐,进一步与胺结合形成亚硝胺,这是一种强制癌物,会增加萎缩性肺炎,甚至胃癌的发生。 第二,尝试腌刺激性食物的人,胃更容易出问题,吸腌刺激性食物会大大增加胃的负担,胃为了消化这些食物,就会分泌更多的胃酸,随着时间的推移,很容易诱发胃肺炎,胃炎的发生,而胃肺炎和胃炎随着时间的推移,又可能转变为胃癌。 第三,尝试烧烤类食物的人,胃容易出现问题,烧烤类食物中不含了病皮,这种物质也是一种强制癌物。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,其实非常简单,为日三餐,一定要规律。 不要在睡前的额外加餐,最好少吃夜宵,饮食上需要保证营养,也是要做的低脂。 优质蛋白,是当补充纤维素,对于长时间存在饮食不健康的。 比如,有以上三种情况的,一定要及时检查背景,同时还应该警惕为发出的异常信号。 第一,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,要警惕早期胃癌。 第二,出现贫血,推炼,要警惕胃癌,这是由于胃癌出血素质。 第三,出现上腹痛,且犯有体重下降,要警惕胃癌。 第四,出现恶心呕吐,要警惕胃癌。 第五,出现肝脏,狂打,排除了原法性肝癌,要警惕胃病肝转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。